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再來這一個 哇 這個百件好漂亮 是什麼的 這是我的 因為我平常就是 私底下有開一個舞蹈工作室 然後就是會接一些尾牙春酒 會幫一些企業公司的員工 教他們跳舞表演 設計活動 對 然後他們有時候 他們的舞蹈表演是有比賽的 所以在那個 有一次比賽的時候 我幫他們拿了第一名 那不簡單耶 那一戒只有兩個人比賽喔 沒有 然後 沒有 我幫他拿了第一名之後 就是他們主管就想說 來認識一下這個舞蹈老師 是哪一位 對 然後在聊天過程 才發現他是我國中同學 我們隔壁班了 你是那個企業主管 跟你是同學 對 是國中同學 你就知道 太巧了吧 你就知道 好 出狀人耶 不會啦 不會啦 對不對 也OK也OK 然後為了謝謝我幫他們得第一名 他特別送了我這一個東西 可是我是 這麼好 我不知道他這個是有多貴重 然後想說人家送門 如果是企業主管的話 不得了耶 對啊 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視頻的話 你要Copy我的故事好不好 要怎麼樣 對 要怎麼樣 企業主還好 你再來一個更大的是不是 他也可以來找我 你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規劃嗎 你要是Copy我的故事 也要尋一下人就是 這看起來很不錯耶 也算搶射小丟 滿精緻的啦 這個 這個是這樣 我們看到它這邊 吊了一個瓶 瓶子 瓶子 這是一個瓶子 不是 有蓋子嗎 對 這個象徵平安的意思 平安 平安 所以這個瓶子 就是要平安 最重要的是它這個質地 它是翡翠的 然後翡翠它是紅翡 你看 紅色的 這就很難得 紅翡很難得 所以這個擺劍我覺得 很具有富貴之氣 富貴之氣 所以這個瓶子 我覺得它有 滿高的價值 真的想說 這個瓶館 果然是企業主啦 是 不得了喔 手手都很大方耶 不是 冬燕 你有這個 有一些特別財運 是不是人跟人 其實有一個氣場 在一起就會互相帶來一些 財氣或福氣 不是 我跟你講 這些財氣 我相信是上一世的時候 你積德沒用 今生兌現了 這個絕對不是找一個財位 放個什麼批修 就有錢對不對 不錯啦 厚德載福 對 所以你上一輩子有積德 但是還沒有用完 這一輩子就有一點偏財 沒事就中個獎啦 沒事請到一個東西啦 對 很幸運 會不會它這個價格也不錯 我們來見一個價好了 企業主管的贈餅耶 然後他們拿冠軍耶 對 所以第四次了嘛 那就麻煩老師再 請見價 八萬元 八萬元 很不錯耶 很不錯耶 比他們第一名的獎金還高耶 哇 你看 比他們第一名獎金還高啊 他們第一名獎金才三萬 那你真的賺到 因為那是一種榮耀 是啦 對 沒辦法 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八萬耶 這個不錯 而且你知道它雕得也很好 最重要這塊材料很難得 因為它帶紅匪 紅色的翡翠 比較值錢 這樣子一對照 我覺得跟下一件也有一些 像你看 這是紅匪嗎 帶了一點 好像有點相反的 紅匪 黃匪紫羅蘭有沒有 黃匪 然後你看紫色的在這裡 這裡帶一點綠色 對 紫色 這個不得了了 我覺得這個更誇張 如果這個有這樣好的價錢 這個一拿得小心 這上面有鳥 好像鳥巢 鳥巢 要從蛋裡頭 對 對不對 孤出來了 對 非常 很沉耶 這真的好吃 來 小心了 來 這一件我知道 非常的有意義 我覺得它不是鳥巢 這應該是雞窩 雞窩 是雞啊 鳥巢跟雞窩不一樣 鳥巢它是有一個巢 對 雞窩一般就是在一個窩裡面 對 沒錯 這是代表一種 家庭的溫馨 是 那這個是誰的 這個 是我的 是 這個代表 這代表有幸福 對 這個其實也是有一個 很棒的故事就是 大概在十年前 我是一直都是鳳飛飛 鳳姐的舞蹈老師 對 剛剛有講過 那在那時候呢 我先講一下 我跟鳳姐在這合作當中呢 其實也認識了很多 鳳飛飛的歌迷朋友 因為他們 他們都非常的始終 然後從年輕的 到長老的都有 然後那個層級很寬 很寬 那其中有一位長輩 他 我就很記得 有一次我在國外演出玩 然後有跟他合照了一張照片 然後他台灣的演唱會 他也都會跟 然後後來他都會在後台 跟我要打招呼 然後也跟我合照 後來有一次 編得比較熟了之後 他就跟我聊天 就說鳳姐這麼提起妳 妳要好好的感恩 因為她是超級天后宗的天后 她跟我們老闆一樣 然後妳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這也許是妳日後發光發熱的 好機會 然後後來講沒多久之後 在第二次又再遇到她的時候 她就拿出了這件東西 她說這個東西送妳 然後我說妳不要送我 為什麼要送我 對 她是愛屋給我耶 應該是送鳳姐 不是送我 我說我沒有這麼好 我只是努力在自己的崗位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她說沒有 我要妳把這個東西收藏好 是 表示說呢 妳在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 妳要一直很努力 很努力 然後團結就是力量 把妳周圍的人氣收集好 然後善用妳的資源 然後讓妳日 越來越好 日氣 越來越如日中天的感覺 而且我知道其實鳳姐 本身是一個很嚴謹 對自己要求升高的人 對 你跟她合作 應該也可以感受到 那樣子的氛圍 我有感覺到她的嚴格嚴謹 但是她這些的嚴格嚴謹 沒有放在我身上 我也滿驚訝的 因為有一次的姻緣際會是 我第一次接觸到她的時候 然後知道要跳她演唱會 我也非常興奮 因為她是我媽媽的 我媽媽是愛歌迷嘛 然後她是我媽媽的偶像 我媽媽很久以前 就很喜歡聽她的歌 然後當我知道 要接下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就非常開心 好 那這份工作 完了之後的隔一年之後 我就突然聽到電話 那時候我還只是她的舞者 還不是幫她編排舞蹈的老師 然後她那時候 就有一個女生打電話給我 隔了一年之後就說 請問是阿文嗎 我說我是 那我這邊有一個演唱會 想要請妳協助編排舞蹈 我說可以啊 請問是哪位呢 那妳等等 我請她跟妳說 然後她電話一頭就直接說 請問是阿文嗎 我說是 我是鳳姐 然後我當她 腿軟 真的 我說鳳姐 遇到神的電話 對 我說鳳姐 然後我還在懷疑說 鳳姐 是那個鳳姐嗎 結果真的是鳳姐 對 我是鳳姐 我就 鳳姐 妳好 有什麼事 然後她就說了 接下來的任務 希望我來幫她交她完成 然後第一次開會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會很緊張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感受到她很多很多 很溫暖的舉動 譬如說 冬燕也有 就是我們第一次的演唱會 第二次來第三次的演唱會 結束之後 她請所有人集合 她給我們一人一張 星巴克的卡片 自己去打咖啡喝 裡面已經有儲值了 裡面 我們以為裡面頂多一百兩百 她儲值一千 一人一千 總共我們有八位 好貼心喔 加我九位 九千塊 好貼心 對 這是很小小的舉動 但是我們覺得很窩心 然後有一次演唱會玩 因為太晚了 彩排 她先彩排 彩排到大概十二點 晚上一點 她就說 阿文 來 她從她自己皮包拿出來 五千塊 太晚了 帶她們去吃飯 這都是 我怎麼沒有知道 因為我收起來了 有啦 我會有跟你們帶你們去 就是很多很多這種舉動 我們就覺得好窩心喔 這個很厲害 這個剛剛前老闆講 這個雞窩 我們到現在都還有保持聯絡 對 我覺得你可能要感謝他 真的 因為這個子羅蘭 看起來非常厲害 你這個水柔也好 三彩 你看 有這個黃匪 有紫羅蘭 有白色的部分 來評估一下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這一個 小雞的翡翠標件 那就麻煩老師再 請建架 十萬元 很厲害 你看看 十萬耶 廖老師 怎麼樣 這件很不錯喔 白無複 沒有 我覺得 我其實我覺得太貴重了 我覺得有點擔當不起 阿尾 有點擔當不起 阿尾 你把這個東西放在哪邊 我放在書房 放在書房 對 這個應該要放在玄關 玄關 來 我先講一下 雞要擺在什麼地方呢 要擺在玄關 然後我告訴你 你這個都是小雞 是 生出來 對 它是嗷嗷帶補 對 沒有母雞在 如果說你沒有擺 你如果擺在玄關的話 要加一隻母雞 然後最好就像我這樣 有一個盆子 下面有很多錢 放錢 聚財 玄關 然後加燈 那有母雞 然後下面放錢 聚財 知道喔 所以你看看 這兩間都不錯 這兩間都不錯